姐姐像太阳般光彩夺目 受到全家人的宠爱 她却像路边的杂草无人问津 但却有个最爱她的姐姐 她会微笑地向她伸出手 快过来西叶娜 我们都在等你 姐姐会将玩偶送给她当作礼物 会和她一起分享美食 还会拉着她的小手邀请去她家做客 西叶娜很开心 身为平邻的她不仅有个疼爱她的姐姐 还有对她十分友好的父母 可这一切只是一场阴谋 夏天的某个晚上姐姐罗雷娜找到了她 她叫醒了沉睡的西叶娜 表示睡前有件事想和她一起做 西叶娜揉搓着心松的睡眼 看见姐姐拿着一本神秘的书 告诉她我们一起读这个 这是记录着分享自己魔力给其他人的方法 原来是姐姐罗雷娜想将魔力分享给西叶娜 因为她担心没有魔力的西叶娜会被抛弃 他们都是有魔力才被大公殿下所收养的 看到西叶娜害怕罗雷娜安慰她不用担心 我有魔力可以分享给你 西叶娜却认为是在骗人 但为了不被抛弃留在姐姐身边 她听从了姐姐的劝告 并将这当作两人的秘密 可这一切都是一场骗局 罗雷娜将她的魔力骗走后 还将她冤枉关进了监狱 而罗雷娜最终也露出了她的真面目 我讨厌你 讨厌到甚至想要杀掉你 你说唯一爱你的都想杀掉你 大公殿下他们该有多讨厌你 现在你终于要死在我手上了 我可真是太开心了 西叶娜却突然拿出一瓶毒药倒入口中 真抱歉姐姐 我可无法满足你杀掉我的愿望 罗雷娜健壮疯狂地砸向监狱 却被魔法阵挡住了去 她要让西叶娜死得比任何人都惨 绝不允许她轻易地死去 鲜血从西叶娜嘴角中流出 虽然她一生未能得到任何人的喜爱 但生命的最后一刻却能如自己如愿 不过她没想到并没有死去 而是时间倒流 她再次回到了孤儿院 她被唯一信任的姐姐害死了 可本该死去的她如今又重生了 睁开眼她又回到了孤儿院 然而这座孤儿院区别于其他孤儿院 因此对于处于战事状态的帝国来说 魔法师对于他们十分重要 如果是懂得使用魔法的孤儿 便可加入贵族成为他们的孩子 亲生子女与被领养的子女结婚十分常见 之所以罗雷娜会是她的姐姐 只因他们被纳赫特家族领养了 这个国家有三大家族 守护天空的苍穹柳洛斯家族 守护大海的苍海佩达托家族 以及守护大地的纳赫特家族 上一世她因不小心在纳赫特大公面前摔倒 大公不仅没有责备她的失误 还成功引起了她的注意领养了她 她开心的像个傻子 满心期待终于有了家 可她却被旁人嘲笑 被姐姐偷走魔力 被父亲冤枉关进监狱 如今重活一世的她只想远离他们 这一次向上一世那般 排着队被纳赫特大公挑选 她告诉自己 只要不再出现失误就一定会没事 可直到脚步停在她面前 纳赫特大公蹲下身子询问她 要不要和我一起走 西叶娜不敢置信她竟然停在了自己面前 还温柔地喊着她的名字 为什么一切都变了 可她一点也不想回到那个像地狱一般的地方 她害怕地瘫坐在地上 婉拒了男人伸出的手 可拒绝的话怎么也说不出口 最终她晕倒在地上 而男人的表情看似很慌张 大公前来孤儿院收养孩子 选中的女孩却晕倒在地 看到女孩瘦弱的身躯苍白的面容 以及其他孩子一副营养不良的模样 大公怒了 这里可是培养魔法师的地方 帝国的投资最为充裕 她怀疑是院长痴迷钱财从而磕带孩子 她命令手下将院长带了下去 选择将她停止处分 院长嘴里喊着冤枉 心中怒骂着这个该死的西叶娜 她认为这所孤儿院是她的私人财产 即便是大公也不能做决定 大公直接选择无事 命远将她拖了下去 院长被带走后 场面瞬间变得安静 西叶娜睁开眼两人对视一望 她顿时觉得不可思议 为什么大公看起来那么愤怒 是因为刚才拒绝她而感到不满吗 可不可以不走啊 老师相信了 她向大公解释孩子还小 在这里生活久了自然产生了感情 如果要离开肯定会感到害怕 她向大公表示会好好安慰她 西叶娜眼看效果达不到 她竟然直接大声哭了起来 她真的一点也不想离开这里 身旁的手下眼看情况不对 便小声劝告大公说道 别带孩子走了 大公上秒答应了 西叶娜下秒便停止了哭泣 她感觉是不是自己装得太明显了 可当大公在喊她时 她又害怕地缩在老师怀中 大公也不再强求了 她决定今天先回去 西叶娜没想到事情会解决得如此顺利 上一世她被姐姐虚伪欺骗 这一世终于不用再发生了 在她庆幸能和丽莎老师度过这一世时 院长突然出现了 嘴里大声骂着西叶娜 大手扯着她的头发 男人一副想将她弄死的模样 还将赶来阻拦的老师推倒在地 愤怒地掐着西叶娜的脖子 都怪你我的财产没了 我要将你卖给奴隶商贩 然而危急时刻本已离开的大公 竟然又出现 前世她被家人讨厌被姐姐害死 本以为重活一世一切都会改变 可如今她却被院长掐着脖子 想要将她卖给奴隶商贩 危急时刻她的哥哥出现了 一脚将院长剔倒在地 西叶娜不敢置信 这次不是死在姐姐手中 而是差点死在院长手里 此时的她感觉是内甘无力 可她又什么也做不了 而大公却不同 只要她一来便解决了所有问题 所以当大公再次询问西叶娜 你愿意和我一起回去吗 西叶娜迟疑了 她第一次见到大公这样的表情 是因为她的资质非比寻常吗 前世也是因为看中她的能力 才将她带回去 但发现她的平庸后逐渐对她失望 但她却感谢大公没有将她赶出家门 拼尽全力去做能做的事 帮助姐姐带写回信 即便手指伤痕累累 像个侍女似的帮助姐姐打理头发 可是她的努力没有任何价值 最后她被姐姐诬险 被大公关进了监狱 如今她要做出改变 如果继续待在孤儿院 说不定会被新的院长折磨卖掉 但她答应大公和她一起回去 即便会再遇到罗雷娜 她也有信心不再遭受背叛 反正15岁就可以加入士官学校了 大公甚至提议让丽莎老师 作为新院长 西叶娜知道必须要跟她走了 老师想将西叶娜抱上马车 大公却伸手想将她接过 在与老师告别后 西叶娜抱着行李坐上了马车 虽然马车里很是安静 但她的内心却一点也不平静 要不要感谢他们救了自己 不过看到两人互不搭理的模样 她感觉心好累啊 反正她现在也不需要做个善良的孩子 前世她被家人抛弃 今世却被他们宠成了宝 大公抱着熟睡的西叶娜回了家 亚西尔却说让我把她抱回房间吧 大公却不同意 她早已命令管家准备好房间 甚至催促亚西尔赶紧离开 然而望着父亲怀中熟睡的西叶娜 她却怎么也无法移动脚步 这时楼上传来声音 原来男孩正是纳赫特大公的小儿子尼夏尔 只见她匆匆从楼上跑下 没了往日的沉稳 面对父亲的指责 她生气的嘟气嘴巴 两人跟随父亲来到房间 大公温柔地为她盖上被子 两兄弟的目光也一直注视着西叶娜 三人走后 沉睡的西叶娜做起了噩梦 梦中的罗莎娜面露凶狠 你抢走属于我的房间 肯定很开心吧 西叶娜从噩梦中惊醒 醒来她发现这里正是姐姐使用过的房间月之摇篮 上一室管家将她带到是女房 她很开心终于有个单独的房间 罗雷娜看到这突然笑出声 拉着西叶娜去看她看中的房间 炫耀这里是除大公殿下和公子最好的房间 随后笑着对西叶娜表示 我们一起在这晚 玩累了你也可以回你的侍女房休息 对于罗雷娜的请求 大公同意了 从此这间房属于了罗雷娜 如今她想这间房大公肯定不会比她 那么一定是她走错了地方 她将房间整理好 四处寻找之前她住的地方 走着走着突然摔倒了 膝盖被摔伤 西叶娜一瘸一拐来到她的房间 她开心地爬上床 庆幸大冷天床上还有块房尘布 刚安上床她便沉沉睡去 天亮时事女长敲响了西叶娜的门 屋内很安静她将大门推开 房间里没有人 她慌了 原来在此之前 管家便告诉她 大公殿下带回来一个孩子 甚至将月之摇篮赐给了她 现在人突然不见了 她命令侍女都去寻找 而她打算禀报大公殿下 当大公听到孩子不见了 她很生气决定和他们一起去找 好不容易带回来的女儿 才不过一夜 就被下人告知她不见了 大公心急如焚打算亲自去寻找 侍女们惊了 管家愣了 纷纷猜测那个孤儿到底是谁 难道是皇室血亲 管家命令侍女继续寻找 大公心里着急 房间里有危险的魔法正在沉睡 那孩子继续走动肯定很危险 突然她想到什么 大步将众人甩下 她心里有种奇怪的感觉 就像那天去孤儿院一样 甚至她还未确定那个孩子的长相 便不自觉地走到她面前 而此时她有相同的感觉 那个孩子就在这个房间 她将大门打开 发现床上的房尘布好像有人用过 怀疑那个孩子曾在这个房间待过 再没有暖气 布满灰尘的房间 那个孩子盖着房尘布睡着了 顿时她的心很痛 直到看到房尘布上的血迹 大公再也控制不住了 她将所有庸人叫了过来 仔细在这里找找 在人走后 房间的柜子突然被打开 西叶娜从里面钻了出来 她让侍女长小点声 原来她是故意没有发出声响 因为她的突然消失 使得众人无端惊恐 大公如果找到她 肯定会让他们为难 原来早上醒来时 她发现房间没有被整理 就算要给她 房间也会被收拾好 因此她便知道一切都变了 大公可能真将月之摇篮赐给她 再加之两次劝导跟她回家 她便发现自己闯祸 为了不让众人受到惩罚 本想离开的她听到大公的声音 情急之下躲进了柜子 学会躲藏她最擅长了 前世她也经常这样做 她告诉侍女长 就说是你找到我的 侍女长将她抱了出去 小姐刚才躲在了柜子里 大公很自责自己刚才竟没发现 孩子终于被找到 大公伸出手 把孩子交给我吧 西叶娜听后猛的一惊 紧张地缩在侍女长怀中 看到此警侍女长说道 我把小姐抱不去吧 大公缩回手 医生为西叶娜检查了膝盖 发现摔得很严重 但小姐一声不吭 医生决定讲她一颗糖 西叶娜摇摇头 她又不是小孩子了 以前她受了伤 只有罗雷娜出面要求 下人们才不情不愿端来药物 难道她回到的不是同一个世界 你为什么要到那么小的房间睡觉 她觉得那个房间太好了 肯定不是给她的 大公听到这沉默了 西叶娜发现大公又是那个表情 为什么脸上那么悲伤 为什么要赐给她这么好的房间 不过她也不想深究原因 这一世的她并不想和他们有太深的接触 毕竟罗雷娜出现后 这样的待遇又会消失 她和罗雷娜的差距 不是简单通过资质可以弥补的 期待越多失望就越大 她向大公道歉 以后不再造成这样的骚乱 听到道歉的话 大公很自责 她不该追问西叶娜这些 越之摇篮是你的房间 以后就住在那里吧 西叶娜想拒绝 但一想还是算了吧 反正罗雷娜一来 自然她就会被分到其他房间 只要她乖乖的听话 罗雷娜就不会对她产生敌意 反正她很熟悉越之摇篮的是女房 可以先在那里安静的待着 大公看到此时 西叶娜不似孤儿院那般有活力 无奈的叹了口气 想着应该在这还不适应 侍女长突然说话了 小姐到现在还未吃东西 他们端来食物 侍女长感觉这孩子很特别 看到美丽的房间会被吓到 即便得到了也没有很开心 吃着侍女为她准备的食物 眼前却是一片模糊 可能小孩子的身体容易犯困吧 侍女长将水端给她 小心地把她带到房间 为她贴心地掀开被子 西叶娜沉沉睡去 梦中的罗雷娜骂她是贱人 得到了我的房间你很开心吧 西叶娜被吓起 果然她不配住在这 为了防止继续做噩梦 她脚步放轻 偷偷来到市女房 只有这个房间才能让她安心 前世她活得小心翼翼 降低存在感 努力讨好家人 为姐姐带写信件 替她打理妆发 却被侍女说成 也不看自己是什么东西 难道想等罗雷娜当了大公妃 她也跟着去当市女吗 一个孤儿她也配 冰冷的话刺痛着她的心 不过幸亏她还有姐姐 即便被人说成做着吓人的工作 她却很开心 因为姐姐说 有你在我身边真好 她会同意自己叫她姐姐 会将魔力分给她 还会和她一起睡 不过有时她感觉很奇怪 想从姐姐身边逃离 哪怕前面很危险 好像她也不害怕 现在的她想想 那时的她太单纯 罗雷娜说的一起睡 只不过是让她睡在市女房 疲惫的西叶娜躺在床上 想着再过半年 罗雷娜来了后 如果看到她睡在月之摇篮 她会怎么对她 不知如何的她 躺在市女房睡着了 天亮时 市女长找到了她 就算您待在市女房很舒服 但也要继续待在月之摇篮 西叶娜不明白 明明他们都不在家 大公讨伐魔兽 亚西尔去了学校 米夏尔不知所踪 本以为会安心 为什么还会被催促 不安的她坐在沙发上 想着拿本书打发时间 您是打算待在房间 什么也不做吗 还是想继续回到 那个破烂的市女房 西叶娜愣了愣 不正是那个破烂的地方 自己前世住了大半辈子 看到西叶娜叹气 市女长啪得打落了她的书 我要带你去参观一下府邸 看到小姐心情低落 市女长打算带她参观府邸 一路上她很开心 不料却苦了西叶娜 上辈子她就了解了 市女长高兴地向她介绍 二楼有个小小的展示厅 我们先从那里参观 小小的 西叶娜可不信 不过对于顶级富豪家族来说 确实很小 荒山领地上的东西都归他们所有 市女长推开门 突然他们看见 消失的米夏尔竟然在那 看到市女长行李问好 她想了想还是算了吧 她极度讨厌懦弱无能的人 如果自己表现的害怕 她一定会离开 本以为会生气的她 竟然主动提出 亲自带西叶娜去参观 西叶娜一听惊呆了 她绝对不要和她待在一起 拒绝的话还未说出口 市女长拍手叫好 将西叶娜推了出去 小姐 你们慢慢参观 我就先下去了 我给你一个忠告 别想在这个家待着 听到这西叶娜松了口气 发现她和前世没有什么区别 于是她连忙表态 是的小公子殿下 我也是这样想的 前世她做着力所能及的事 却被米夏尔嘲讽 侍女的工作都抢着做 看来你也知道自己有多卑贱 今世的她不打算活得小心翼翼 您不用担心 我从未妄想做那赫特大公的孩子 等待一些我会进士官学校 不料米夏尔却很生气 谁允许你说出离开的话 西叶娜不懂了 不是你让我离开的吗 米夏尔小脸一红 突然结巴 这件事以后再说 我先带你去参观 您不是不喜欢我吗 米夏尔顿时停住 作为男人我要守信用 随后别扭地偏向女孩 看到西叶娜不再拒绝 米夏尔开始变得认真 突然西叶娜看到什么 带两人走近 米夏尔介绍 这是内林德之一 赫萨洛斯的火花 封印在千年宝箱中的神物 只有资格的人才能将她驯服 而且世界上只存在13个内林德 他们家族有4个 两个在她父亲和哥哥手中 这个神物很特别 至今未有人能将她驯服 从未被人驯服的赫萨洛斯 西叶娜却感觉无比熟悉 原来前世正是罗雷娜碰了她 导致她昏迷不醒 自从和罗雷娜交换魔力后 她便尝试接触赫萨洛斯 但她体内的魔力和赫萨洛斯产生了冲突 罗雷娜突然昏厥 赫萨洛斯也支离破碎 两周后醒来的她出了名 人们称她是千年宝箱中的神物 也无法制服的天才 她想会发生那样的事故 只因罗雷娜获得魔力的主人是她 如果她去摸 会不会发生同样的事 甚至死掉 你想干嘛 西叶娜突然吓了一跳 连忙道歉不该伸手 米夏尔却说 摸一下也没关系 西叶娜却感觉实际味道 不打算摸了 米夏尔打算继续讲解 身后的西叶娜却打起了哈欠 米夏尔生气了 不料下秒的西叶娜 竟然闭上了眼 米夏尔超生气 跺着脚脚气走了 这时侍女长走了过来 既然已经参观完了 小姐你也要准备一下 刚才大公发来电报 讨伐魔兽已经结束 大公要提前回来了 今晚是家族聚餐时间 亚歇尔大公子也要回来 西叶娜小声受到真麻烦 看到侍女掌皱起眉 她又露着微笑装起雾 当时女长让她下去准备时 她以礼节不熟拒绝了 侍女长却不同意 大公亲自下令准备的 而且今晚还有一件好事等着小姐 晚上到来时 侍女长提着灯 走廊里一片昏暗 想当初刚来时 阴沉的气氛还将她吓哭 推开门 屋内点燃的蜡烛 红色的眼镜 好像吸血鬼聚会 她像是今晚他们的晚餐 西叶娜小心地坐在一旁 发现大家穿得都很正式 她却穿着孤儿怨时的衣服 难道是为了让她难堪 不然大家为什么都盯着她看 女孩被要求参加家庭聚会 屋子却是一片昏暗 抬眼睛看见三个血色眼眸的男人 此时西叶娜没了胃口 亚歇尔察觉到她的反常 不合你的胃口吗 我看你的肉一直未懂 西叶娜没想到 男人竟然一直在关注她 她向亚歇尔道歉 不料男人却慌了 随即叫来管家 为她准备其他食物 西叶娜却表示不用 大公心想看来是她过于心急 让西叶娜出席这样的场合 于是她改口 如果你一会儿饿了 可以传唤侍女长 这时是女端来三个石榴 大公站起身 将石榴分开 其中的一半放在盘中 管家端到西叶娜面前 祝贺你小姐 成为纳赫特家族的成员 原来这是庆祝新成员的祝福 西叶娜却感觉很可怕 流出的石榴只像鲜血一样 如同狼群首领互相分饰 更像一种野蛮的意识 她为什么从未听罗雷娜说过这件事 大公让他们开吃 西叶娜缓慢伸手 拿出一颗石榴子放入口中 三人却同时注视着她 西叶娜感觉毛骨悚然 好像被迫参加不喜欢的事 看到西叶娜吃完 大公表示 从此她便是纳赫特家族的孩子 深夜以及家族成员会保护她 西叶娜拒绝了 她只不过是个孤儿 无法报答殿下的期待 李夏尔当即慌了 大公不相信 这是一个孩子该说的话 文言皱起眉 肯定有人在孩子面前口误遮拦 侍女长下了一条 连忙表态 自己从未说过这种话 肯定是别人故意说的 管家也表示会教育好下人 而且小姐比同龄人更崇慧 我们要不要给小姐安排教师 亚西尔也表示赞同 西叶娜却感觉一切都变了 自己前世来到这里 三个月之后才开始学习的 女孩第一次有个家 她的第一反应不是开心 而是她不配 因为她是个孤儿 大公怀疑她听别人说了什么 希望她不要放在心上 西叶娜惊呆了 不要放在心上 她怎么可能忘记 前世在那赫特家族的遭遇 哥哥对她冷眼相待 让她滚回孤儿院 侍女嘲笑她像个下人 她所有的不信 都是别人赋予的 她怎么可能不在意 可就算说出来 她就会变得轻松点吗 此时她的心无比悲痛 她告诉自己别想了 下秒她竟头晕目眩 手不自主地抓紧了桌子 桌面的东西哗啦啦掉下了 她也哐当摔倒在地 大公心急如焚 快喊医生过来 然后扶住西叶娜 再坚持一会儿 很快就没事了 随后将她转了过来 要不要靠在我身上休息一会儿 她却一点也不想 想让大公别管她了 但身体的不稳 让她靠近了大公 大公将她抱在怀中 轻轻拍打她的后背 随后询问下人 医生什么时候过来 大公的关心 眼前哥哥的着急 为什么都这么温柔地对她 可等罗雷娜来了后 一切都会消失 西叶娜难过地哭了起来 这个地方太吓人了 她为什么还要再经历一次 西叶娜心痛地晕倒了 医生诊断 她是太过紧张导致的晕厥 大公不相信 她的两个儿子 从未出现这样的情况 医生慌了 小姐现在严重不良 吃太多油腻的食物 就可能出现晕厥的情况 亚西尔却觉得奇怪 盘中的肉她可没吃太多 医生紧张地说道 也许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场合 精神高度紧张 所以才会昏迷 诊断结束 管家送走了医生 西叶娜却做起了噩梦 梦中的她想起了前世 你这个寄生虫 也配跟罗蕾娜抢 女孩每天晚上都会做噩梦 醒来的她泪流不止 原因竟是欺骗了大家 和姐姐交换了魔力 强烈的负罪感 让她感到深深的自责 所以即便做着侍女的工作 她也常常心怀感激 感谢姐姐对她的帮助 感谢大公没有将她抛弃 所以当罗蕾娜提出 与其做人人都可以做的工作 不如做些真正有诚意的 你试着做护身符怎么样 她是魔法师良好的阵痛剂 她微弱的魔力真的可以做出来吗 罗蕾娜却握紧她的手说道 只有这样才能展现出 你的真正诚意 西叶娜相信了 可她却无从下手 为了做出真正的护身符 她不断尝试 即便手指是道伤痕累累 她却好像感觉不到疼疼 终于通过几天的反复制作 她做了出来 这天侍女通知她 打扫亚希尔公子的房间 她笑着答应 想着之前给她护身符的样子 虽然她满脸不喜 但总算接受 希望她能起到一些作用 但扫着扫着她竟发现 角落里的护身符 她想要伸手去捡 手却止不住地颤抖 却又将她紧紧握在手中 原以为她的努力可以帮助大公子 不过在别人看来 她的努力毫无价值 这时侍女提醒她 打扫完房间去整理一下仓库 她嘴里说着好的 低头却从侍女身旁默默走过 努力忍住眼中的泪水 摇晃着不稳的身体靠着墙 正巧碰见了走来的米夏儿 真够忙的 你开心吗 连侍女的工作你都抢着做 看来你也知道自己有多卑微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离开这个家 她也只能干巴巴说道 以后会多注意 不料西叶娜的回答 却被米夏儿嘲讽 你怎么可能会想离开 天天晃在我哥面前 做什么白日梦呢 她知道这是个误会 但她却做着一个白日梦 梦想能变个有用的人 豪华柔软的公主房她不爱 偏偏喜欢睡在破烂的侍女房 这也直接导致 米夏儿以为侍女长孽待她 故意在父亲面前假装对她好 幸亏西叶娜解释 是自己想要睡在这 米夏儿不信 不明白她为什么想要待在侍女房 因为那个房间太好 孤儿院出身的她不配 侍女房就很好 米夏儿急了 你现在可是奈赫特家族的孩子 还被家主赐予了 文章上的石榴 那石榴可不是人人都能得到的 如果是这样 她更希望从未被赐予 胃中消化的石榴子她也想吐出来 听着米夏儿说着她很重要 她也只能回应一句谢谢 可就一句谢谢 米夏儿红了脸 呆呆愣在原地不知所措 害羞的表情 西叶娜第一次见到 这时是女长告诉米夏儿 小姐还未换衣服 您能先出去一下吗 衣服 米夏儿歪头一看 西叶娜还穿着睡衣 在听到那个孩子睡在室女房时 她就慌地跑了过来 而身为男孩的她 一大早就闯进了女孩的房间 想到这她再次脸红红 别扭地说着对不起 在医生检查完离开时 望着医生的背影 西叶娜陷入了沉思 这个医生她第一次见 而上次的那个医生 对她理多不理 这也导致她被贬值 看来全都是大公的命运 这时是女长为她端来食物 看到小姐全部吃完 是女长激动不已 夸赞小姐棒棒的 紧接着又为她拿来饭后甜点 亲自喂给她 西叶娜惊呆了 这种宠娃娃的待遇 她真的可以接受吗 可接下来是女长 又告诉她一个好消息 大公为她请来裁缝制作衣服 这让她无比为难 穿着华丽的衣服 四处出席露面 肯定会滋生一堆烦心事 为什么大公没有惩罚她 搞砸了重要的晚宴 还为她请来裁缝 可前世又为什么这么讨厌呢 女孩收到哥哥送的花 她的第一反应不是开心 而是害怕 害怕哥哥喜欢她 害怕所有人都认为哥哥喜欢她 想起前世米夏尔对她的嘲讽 竟然想着嫁给我哥 她不敢收下这束花 害怕遭到她的再次嘲笑 可亚西尔的礼物她又不能拒绝 于是她说道 这花很多 我想把它分享一些给其他人 之前在孤儿院时 她就常常分享收到的礼物 众人信了 纷纷感谢小姐的善良 收到花的侍女 讨论着如何处理她 就连裁缝也收到西叶娜送的鲜花 而她本人却只留下一朵 裁缝为表示感谢 将样品礼服送给西叶娜 所谓样品礼服 其实就是当即发布的女装新品 西叶娜很震惊 不过她却感觉 如果穿上她就像只亮眼的小黄金 侍女长突然出现 有了这件衣服 小姐明天就可以上课了 西叶娜感觉很快 侍女长却满脸骄傲 这一切多亏了她的提议 大公对此也很满意 西叶娜却暗自伤神 老师应该是之前很讨厌她的人吧 而前面的两人讨论着 西叶娜要穿的衣服 衣服准备好 裁缝拿出账单 侍女长双手一挥 这是公爵殿下给的空白支票 快用你的双手去迎接吧 在众人的一阵欢呼中 西叶娜无奈地叹口气 也是 纳赫特家族钱多的都长毛了 穿上新衣的她 美得像朵银春花 听着侍女长不断地夸赞 她走到镜子面前 打亮着自己 哪里适合她了 华丽的色彩 俐落的设计 没有一点适合她 不过手腕处装饰的高级宝石 她想着可以卖个好价钱 够她支付半年的房租了 这么一想着她 脸上露出了笑容 这件衣服对她来说 就像战场上的盔甲一样 没有人可以傻到 对自己的战争盔甲挑三减四 然而当她走进教室 她却傻了眼 当自己太可爱 家人们太喜欢她 这也是一件烦恼的事 她不过是上个课 米夏尔也屁颠地跟了过来 一动不动盯着她 这时老师匆忙赶来 看到小公子殿下 她很是好奇 米夏尔傲娇地说道 我就是来参观一下课堂的 老师让他们在纸上写下答案 看到米夏尔熟练地写着 她却有些为难 前世她为邦姐姐代写信件 努力写出完美的字体 而此时的她只会引起别人的怀疑 她想要假装写的生疏 不料今生的她还未练习写字 米夏尔靠近指挥着她 这再网上写一点 西叶娜写完 她又笑着夸奖写得真好 她却一阵无语 不过写了几个字就被夸得不行 老师看到她的字却皱起了眉 我实在看不懂你写的什么 你要先练习一下正确写字 突然门被打开 原来她是来接小公子上课的 米夏尔紧张得脸红 傲娇地指着西叶娜 你可别误会 我可不是担心你来的 男人要把米夏尔带走 她却恶狠狠地指着老师 不要以为我不在你就欺负她 米夏尔被抓走 西叶娜松了口气 不料下秒的男人竟变了脸 你算什么东西竟敢对小公子不耐感 厌恶的眼神让她想起 前世她正用这种语气对待她 男人冷笑地告诉她 小公子身上流淌着帝国伟大的血脉 你却是不知从哪来的野丫头 不过就是个孤儿罢了 随后将女孩的试卷踩在脚下 西叶娜望着眼前的男人 和自己一样都是孤儿 听说拼命努力加入冥王军还被处命 西叶娜反击道 句句不离孤儿 因为这也是你的痛处吧 男人被说中 凶狠地盯着她 西叶娜不慌不忙继续说着 有些人自己有不可触碰的痛处 就故意攻击别人和自己相同的痛处 所以我还以为老师您也是孤儿呢 男人顿时火冒三丈 看来我要教训你一下了 西叶娜害怕不已 看来要被打了 然而大公却出现了 女儿被打 做父亲的及时感到 满脸阴沉地盯着眼前的男人 男人瞬间慌了神 西叶娜报警是女长露出得意一笑 而男人为了自保 率先诬陷西叶娜先骂她 西叶娜望着狗急跳墙的男人 明明是她先恶语相向 不过回怼了几句就失去了理性对她动手 可看到大公冷漠的眼神 她害怕 害怕向前是一样误会她 为了不被误会 她决定主动出击 看到女儿朝她走来 她先是一待后是一愣 之前一直躲着她的孩子 竟然主动抓起她的衣服 她究竟是有多害怕才会这样做 只见大公微微抬手 做手下的立刻心领神会 瞬间对男人就是一顿胖揍 男人奋力挣扎 竟然为了区区一个孤儿 男人的废话还未说完 当手下的就开始对她一顿教育 对于领养的孩子 有些家族会把他们当做庸人 有些会把他们当做女儿疼爱 而他们方于纳赫特家族 就是会将他们当做女儿疼爱 被打的男人听得冷汗直流 冒犯方于织女的代价 是她无法承受的 看到男人被带走 西叶娜松开了大公的手 大公却有些遗憾 但想着这孩子本就胆小 望着大公离去的背影 西叶娜一阵恍惚 大公为什么要偏袒她呢 这段时间发生的事与前世相差太大 她想知道 上次分食十六一世有什么意义 对此侍女长也不清楚 她只知道代表着 承认您是家族的一员 西叶娜却需要详细的情报 她感觉似乎还隐藏着其他意义 侍女长见义不如问小公子殿下 话音刚落 米夏尔就趴地降门推开 可听到侍女长要她遵守礼节 迈开的脚步瞬间停下 慌地将门关上 又啪啪拍着大门 悄悄露出一颗脑袋 这次我重新敲门了 原来她听说早上发生的事 难怪她觉得那老师长的晦气 果然不是什么好东西 要是我待在你身边 肯定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 所以为了你的安全 这段时间我们要一起上课 女儿太乖不是一件好事 受了欺负都不会告状 为了防止再次发生 小公子提出要和她一起上课 面对新学生的到来 老师先是一顿自我介绍 我叫赛斯 后又靠近女孩 向她微笑质疑 以后就多多拜托您了 看来对于自己的到来 她并不讨厌 她想着小姐已经掌握了拼鞋法 那就从魔法学开始讲起吧 魔法学 西叶娜小手举起 虽然她会听说毒弹还不会写 而且那位老师让她先练习写字 赛斯听得眉头微重 小姐您不用在意那家伙说的话 您的时间那么宝贵 浪费时间练习拼鞋岂不是很可惜 米夏尔悄悄小声低语 你可别被这家伙温柔的语气给骗了 她以后会给你布置很多作业 然而西叶娜却站起身感谢老师 因为现在要学的东西 对日后进入士官学校很有帮助 赛斯紧张无比 终于她也能拥有一个三好学生了 于是她开始讲解魔法 那是一种超自然现象 在我们生活的世界 到处分配着这种资源 而这种资源便是魔力 能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形成了魔流 魔流会形成邪气 于是便诞生了魔兽 他们天生就知道如何使用魔力 为了区分人类的魔法 将他们的魔力称为黑魔法 看到女孩认真的模样 怎么会有这么完美的三好学生 她激动地拍打着黑板 声音也越来越高 所以面对邪气 魔法学最先学的便是吻性 避免邪气入侵变成魔兽 因此诞生了净化魔法师 他们被称为特拉伯木 而他们的存在 便是让魔法师可以自由地使用魔法 讲解完毕 她让两人总结今天的内容 随后走到西叶娜面前 询问今天的课程有没有听懂 好学生西叶娜表示 我已经将今天的内容全部记下 塞斯心中一阵狂喜 激动地说道 您不必强求 回到房间她翻着笔记 这是今天她学的第一个魔法 前世她被罗雷娜抢走魔法 使她变成不可教的小孩 而今生她终于可以重新开始了 哥哥喜欢妹妹 为此每天一封书信 只为得指妹妹在家的情况 不料却遭到好基友的调侃 这家伙的房间堆满了来自家中的信件 然而对此西叶娜却一无所知 为了完成家庭作业 她已经四天没睡了 米夏尔看到她的作业 夸奖她的字体写得真好 和她一笔自己根本没有半点篇幅 听着对她的夸奖 她的内心毫无波澜 天才少年夸奖她这个吊车尾 她装什么装 自己为了读懂一句话 她写了数本笔记 可她却觉得好有趣啊 为了掌握知识而独立奋斗 这个过程她很享受 小姐认真的模样 侍女长无比心疼 刚来城堡时她不吃不喝 到现在的努力学习 此时微风吹拂春日将至 小姐要不要放下笔去庭院散散步 其料他们前脚刚走 亚希尔就赶了回来 管家接过少爷的衣服 您都上了十几年的学了 我竟不知道每周还能回家探亲 面对管家的调侃 亚希尔说道 你不如直接说我忘恩负义 少爷要走管家说道 小姐不在月之摇篮 现在应该在教室 亚希尔这才反应过来 他怎么下意识地去见那个孩子 之前在孤儿院也是如此 只要关于那个孩子 他就无法控制自己 是因为他充满恐惧的眼神 让他牵挂吗 不是的 他讨厌他 看到少爷转身想走 管家送上助攻 您每天都会写信 询问小姐的情况 还为他送上鲜花 为什么不亲自去看看他呢 听到亚希尔决定去看看 少爷离开管家陷入沉思 少爷不仅完美还很自虑 可偏偏遇上小姐有关的事 他就总会表现得慌张 不知未来他们会发生什么 推开门他左环右骨 侍女掌苗总 小姐刚才去散步了 得知缘由他走进教室 摸着他曾用过的东西 那个孩子也在用 他竟感到一丝甜蜜 可突然他却瞳孔一阵 自己送给那孩子的花 被扔在了地上 送给妹妹的花 被扔在了地上 他想着不过一朵花 又不是什么珍贵的东西 可看到枯萎的鲜花 他的心为什么这么痛 对此是女长连忙抢救 是我打扫卫生不小心碰到地上的 您千万不要生气 亚希尔表示他并不生气 今天他来的是不要告诉那个孩子 临走时他再次瞥向那朵花 不料脑海净闪过一个画面 这似曾相识的既视感是怎么回事 这时手下匆匆来报 吉蒂尼亚克伯爵送来了书信 是你们手忙脚乱 希叶娜却一头雾水 米夏尔解释道 伯爵的女儿要来了 他们是为内林德而来 对于尚未认主的内林德 所有魔法师都可以向他发起挑战 并取得所有权 所以伯爵的女儿想要挑战一下 听到这个答案 希叶娜很吃惊 前世只有罗雷娜接触过内林德 而吉蒂尼亚克伯爵 是个见风使舵 只追求实际利益的人 他怎么会做出与前世不同的事来 估计他们肯定听说 纳赫特家族将象征身份的 石榴分享给了一个孤儿 他想如果有人能改变今生与前世 那个人一定是他 而自从接到伯爵的信件后 亚希尔陷入了怀疑 难道父亲的名声变差了吗 管家认为怎么可能 大公去年还使用自己的内林德横扫站长 肯定因为纳赫特家族 领养的资格充满了吸引力 毕竟您可是一位优秀的新朗人选 因为在众人看来 领养人的位置就是与您结婚的宝荡 亚希尔听后不由的轻笑 看来是他的问题 但无论发生什么事 这辈子那赫特家族只领养一人 而未弄清楚那林德的西叶娜来到书房 可个子矮小的他根本就够不到 想到前段时间是你们对他的关心 没想伯爵的女儿一来大家都攀附他 虽然有些失落 但还是吃力地搬着椅子 然而身体的不闻使他从椅子上摔下 原以为在落地之前会有人将他抱住 现实却是他从椅子上狠狠地摔在地上 环顾四周此刻是那般安静 安静地让他感到害怕 此时他正经历着和前世一样的事 给予他关爱 等他熟悉起来 又从他身边离开 在孤独时给予他关爱 又在他习以为常识 又从他身边离开 对于这种事西叶娜在熟悉不过了 肚子饿了他熟练地来到厨房 不知何时吃上饭的他 决定还是拿两个面包吧 突然门被推开了 原来是亚希尔 看到女孩出现在这里时 他先是一惊 后得知肚子饿才来到这里 蓝眼又是担心 纳赫特宫殿有很多魔法装置 还有隐藏的通道 不仅容易迷路 更有可能人突然消失不见 然而西叶娜却并不害怕 前世作为庸人时 他意外得知了一条安全通道 而得知女孩来这里 仅仅因为侍女长接待伯爵一家 而分配的侍女直接消失不见 如果他知道厨房的位置 就说明这孩子经常自己来着 得知这个结果 这让他无比心疼 在这纳赫特宫殿 竟让一个孩子饿到自己找吃的 他该是有多失职 他想送女孩先回去 不料却遭到他的拒绝 恰巧这是管家找来 想着先让他把那个孩子带回房间 望着女孩离去的背影 小声告诉管家 那孩子还饿着肚子 找出是谁不好好照顾孩子 然后将他处理掉 通过此事他可以确定 那个孩子害怕他 不过却不是因为孤儿院的事 对他心生恐惧 然而任凭他怎样猜测 却也只能猜到这些 当天伯爵一家如约而至 一头红色的卷发 此人正是伯爵的女儿依莎贝拉 他向亚希尔问好 感谢他同意此次的申请 伯爵夫人立刻夸赞女儿 我家依莎贝拉真是太会说话 听着两人的一唱一和 亚希尔明白两人目的很明确 之后他将两人带进去 天啊 纳赫特竟然还邀请我们参加晚宴 对此米夏尔也只说道 是啊 然而就这两个字 却让女孩无比激动 比起向内林德挑战 现在的我更紧张 然而米夏尔再次重复刚才的话 是啊 听着弟弟敷衍的回答 看来他将自己的话 全都抛之脑后了 原来之前米夏尔就曾说到 那个女人是来抢西叶娜的位置 不过他可不会同意 所以亚希尔便告诉他 迎接伯爵一家 是不要表现得太明显 当众人来到大庭时 见到了早已等候多时的西叶娜 米夏尔像只小猫咪似的 快速地跑到主人面前 看到两人亲近的模样 想到之前他对自己的拒绝 为什么他的心这么痛 弟弟喜欢妹妹 哥哥吃醋了 米夏尔的命运 但第一次这么嫉妒她 这时伯爵夫人问道 难道她就是被收养的孩子西叶娜 只见西叶娜微微点头质疑 哎呦 初次见面就直呼你的名字 可真不好意思 虽然女人说着歉意的话 语言间却满是傲慢 您的姓氏是什么呀 西叶娜强忍愤怒 她来之前肯定知道自己是孤儿 但还是说着自己是孤儿没有姓氏 先是以身份卑微打压西叶娜 后又抬高自己的身份 目的达到的伯爵夫人露出得意一笑 搭配起来也不错 虽然极度两人亲密的关系 但看到西叶娜比之前多吃一点 她的嘴角不知不觉的早已微微上扬 然而眼前的这一幕却刺激到了卷发女 看来纳赫特家族对你宠爱有加 不过这些福气对你来说太过奢侈 毕竟从未有人被纳赫特领养过 虽然西叶娜有时分不清别人对她的恶意 但卷发女眼中对她的极度早已无法遮盖 我只能无限感谢大公殿下对我的人资 然而就这一句 周围瞬间安静下来 简单的一句话 却让她不敢再吱声 看来她与城府极深的罗雷娜无法消灭 毕竟她对自己的敌意竟隐藏了十年之余 然而看到西叶娜叹气 卷发女气的咬牙切齿 这个放肆的家伙竟敢对我叹气 为了让她认寝现实 我们明天一起挑战内林德吧 此话一出众人惊呆了 伯爵夫人也是一脸不可思议的望着女儿 卷发女却丝毫不在乎众人的反应 毕竟你是大公唯一的领养人 资质肯定比我更出色 西叶娜却在心中想着 事情变得更有趣了 看来这次她又要死了 毕竟前世罗雷娜交换了她的魔力之后 接触内林德差点死去 如果是她极有可能当场死掉 米夏尔对西叶娜接受挑战无法接受 如果那个孩子成功了你失败了 你很有可能被送回孤儿院 西叶娜却满不在乎 那我就回孤儿院 心中已经开始期待见到老师了 米夏尔却无法接受 你为什么说的那般轻易 你已经是这里的孩子了 西叶娜说到只要取消领养不就行了 然而米夏尔却说 领养可以取消但你不一样 你已经吃了石榴 那是一种无法消除的魔力 如果挑战失败 我就回孤儿院 女孩轻易说出的离开 让她无比心痛 怎么可以轻易地抛弃我们 你已经吃了石榴 就是这里的孩子了 原来这座城堡只接受纳赫特家族的血清 而石榴恰好是一种魔法 使得能适应这座城堡 不会因魔力地排斥而感到不适 至于伯爵一家 他们被施加了抵抗咒语 听到这些西叶娜想起前世 罗雷娜曾说要定期施加抵抗咒语 得知真相的她却害怕得浑身颤抖 石榴的魔法使她成为纳赫特的血清 她也无法和他们解除关系 看来想要活命必须赶紧跑 而此时伯爵一家却无比忧愁 原来自晚宴向西叶娜发起挑战 亚西尔到现在还没有同意 为了安慰宝贝女儿 伯爵夫人表示会替她解决 然而红发女却担心 如果那个孤儿赢了我该怎么办 听到这伯爵夫人不再淡定 愤怒地站起身 一脸的不可思议 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 那不过是个不起眼的孤儿罢了 而且我与这家的侍女长也有些姻缘 未来的大公妃一定会是你的 此时被人惦记的亚西尔却一无所知 她正满脸愁容地担心另一个女孩 然而主持仪式的魔法使就要到了 对此管家安慰公子 两位小姐都会挑战失败的 您不用担心会有其他结果 亚西尔听后却微微抬头 如果内林德只是单纯用于拯救世界的武器还好 但她会冲击到挑战者的身体 虽然大部分人都失败了 但偶尔也会有意外昏迷的现象 管家知道公子担心小姐的身体 当亚西尔问她西叶娜自治时 管家却无法判断 只有大公殿下才能看出 不过此时她在战场上 为了西叶娜的安全 亚西尔决定阻止她挑战 为了妹妹的安全 哥哥决定不顾他人的非议 直接决定毁约 可管家的一番话让她沉默了 小姐日后会很痛苦 况且小姐已经吃了石榴 那赫特城堡会接受她 而且吉蒂尼亚克小姐实力出众 如果她也挑战失败了 日后将不会有人再随意发起挑战 突然米夏尔慌张地推开门 开始向哥哥诉苦 西叶娜刚才说要离开我们 老师带着西叶娜紧跟其后 此时西叶娜却一改往日卑微的状态 再次说出那句话 我想挑战一下内林德 此话一出众人惊了 西叶娜也深知身为孤儿没有资格挑战她 哥哥虽然很无奈 但却安慰妹妹 伯爵之女士接受过专业魔法师的训练 对此西叶娜却产生了疑问 她听说挑战内林德不需要经过专业的训练 亚希尔立即对两人产生了质问 是谁告诉她的 可当西叶娜明知有危险也愿尝试时 亚希尔愣住了 而刚才还无比尴尬的老师 此刻竟然开始劝告亚希尔 任何魔法师都有资格挑战内林德 除非是小姐自己不愿意 这话可把米夏尔气急了 直接狠狠地踩上老师一脚 她着急地告诉哥哥 刚才西叶娜还说如果挑战失败 她就会孤儿院 亚希尔慌了 西叶娜却一脸平静 她觉得这样才算公平 女孩轻易说出地离开 让她深深感受到 也许她已经觉得 这里已没有她的容身之处 她该是有多失职 为了挽回女孩对她们的信任 她同意西叶娜挑战内林德 得到满意的结果 女孩开心地笑了 可走出门口就被侍女叫毒 小姐你赶得真巧 不知你喜欢吃什么 我每样都准备了一些 侍女的热情让她无法招架 悄悄推开门迅速地跑了 一路边跑边四处张望 直到看不见侍女的身影 她才靠在树上喘口气 想起才来时侍女 对她的不管不顾 到现在的恨不得味道她嘴里 这时恰巧遇到红发女 哎哟 这不是西叶娜小姐吗 你怎么还能厚脸皮地 在腹地里走来走去 也是啊 一个孤儿怎么懂廉耻呢 明目张胆的敌意 让西叶娜感知 她是故意刺激她的 你给我听好了 纳赫特领养人的位置 只有我才有资格 西叶娜却满眼期待 是的我也是这样想的 这话可把红发女整吗 她是大公收养的孤儿 人前蠢萌可爱 人后却是个 气死人不偿命的小可爱 新金女嘲讽西叶娜 不配成为大公的养女 要将她赶出纳赫特家族 西叶娜却满眼真挚地达到 我非常支持你的决定 新金女直接傻了眼 扇子也随之掉落 哎呦这看起来很贵 怎么能掉在地上呢 她把扇子还给女孩 告诉她一定要成功 把她赶出纳赫特家族 新金女被对到哑口无言 她没想到对手竟不按常理出牌 最终气急败坏地落荒而逃了 回到房间的西叶娜 便收到小公子的通知 父亲今天要回来 邀请大家参加今天的晚宴 一想到又会遭到他人的嘲讽 西叶娜害怕了 但小公子告诉她不用担心 因为父亲肯定不会让你受到伤害 突然她听到西叶娜咳嗽 摸着额头传来正常的温度 她想着幸亏没有发烧 随后静俏皮朝她眨了眨眼 她非常理解西叶娜的感受 不想和他们一起吃饭 但在奈赫特家族强势的她 此时却没有任何话语权 不过幸亏父亲尽早回来了 等明天一切将会结束 之后又奖励给她一个摸摸头 夸奖她是个善良的孩子 西叶娜震惊了 20岁的大人竟被10岁的孩子撩得脸红心跳 果然红女孩子都是天生的 第二天清晨西叶娜从床上醒来 她发现今天竟然安静的奇怪 明明今天是挑战内灵德的日子 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叫醒她 她本以为是侍女对她不重视 可转头摸到扶手她才发现 门竟然被锁住了 她想着肯定故意有人把门锁上 不让她参加挑战 这种伎俩她才熟悉不过 反正到时候肯定会有人将门打开 随后她又安心地躺在床上休息 她被侍女关在了房间 可她却一点也不担心 因为她知道 早晚会有人把这扇门打开 她才躺下不过一会儿 侍女长便着急地推开门 小姐你怎么还在床上呀 西叶娜很清楚不会有人会帮她 说完她便穿着睡衣下了床 在侍女长的提醒下 她才打算换身衣服 而在大厅等候多时的众人无比焦急 小公子环顾四周 为什么还没来 担心发生了什么事 伯爵夫人和她的女儿十分得意 这正是他们要的结果 直到听到侍女长的声音 淡定的大公才猛地回头 正是众人等待许久的西叶娜 在面对众人的责备 侍女长下跪道歉 小姐迟到是我的错 但究其原因则是两位客人所导致的 因为有客人要来 她便委托其他侍女照顾小姐 结果竟然不给小姐送吃的 侍女长的一番话 从刚才的责备到现在的同情 孩子这么瘦小怎么能不给饭吃 伯爵夫人慌了神 但却强装镇定地说道 这是和她没关系 但接下来的一段话 让她傻了眼 小姐今早之所以会迟到 是因为侍女偷偷将小姐锁在了房间 她之所以这样做 是伯爵夫人承诺她 只要成功阻止西叶娜来到这里 事成之后给她一百金币 听到宝贝女儿受到的种种委屈 公爵愤怒了 魔法师突然出声打断 挑战仪式无法取消 我们需要先把仪式举行完 大公子告诉他们 如果挑战失败惩罚将加倍 即使挑战成功 那赫特家族也绝不放过他们 新金女终于学会害怕了 母亲告诉她不用担心 只要你比那个孤儿优秀 一切都会解决的 害怕的她连连点头 小声咒骂着西叶娜不配和她抢 谁承想西叶娜一句话把她整哭了 我又没有非要挑战内灵德 瞬间新金女怒火中烧 周围弥散着令人发麻的黑暗气息 在魔法师的介绍下 新金女开始挑战 气氛紧张无比 随着她把手慢慢伸入水中 立刻传来滋辣的电流声 她被弹开了 挑战结束她失败了 尽管她解释手并没有伸入水中 却被魔法师强行拖走 不甘心的她想要再次尝试 却再一次地被排斥 母女两人抱头痛苦 大公殿下肯定不会放过我们的 终于轮到西叶娜挑战了 新金女害人中害己 最终挑战失败 等待她的只有更严重的处罚 反观西叶娜却十分平静 慢慢地把手放入水中 父子三人紧张无比 然而并没有西叶娜所料想的那般 今天她会死掉 她猜想内灵德之所以会碎掉 只因罗雷娜身体有两个人的魔力 就在所有人以为西叶娜无视松了口气时 原本平静的水面突然泛起一丝涟漪 请不要走 西叶娜茫然地环顾四周 以为自己出现了幻听 看来她也挑战失败了 不料正是内灵德叫住了她 希望西叶娜能成为她的主人 西叶娜害怕地把手快速收回 向众人解释只因她的手突然出现刺痛 她并不想成为人类的守护者 哎呀手好痛啊 看来我也失败了 内灵德却不愿放开等待了2000年的主人 她从水中一跃而起停到办公中 向周围弥散着红色火焰 众人无比惊恐 西叶娜感觉她要死了 然而真当火焰向西叶娜袭去时 她却感觉不到一丝热议 眼前的小火苗正是传说中的内灵德 尽管眼前的小家伙没有伤害她 西叶娜还是紧张地说道 我并不想成为你的主人 内灵德突然变成一片火海包围着西叶娜 你以为我出来是为了征求你的意见吗 虽然契约需要通过双方同意才能成立 但此时的内灵德却耍赖不承认人类的约束 她认为西叶娜想要挑选更好的内灵德 因而不愿接受她 西叶娜解释从未见过其他内灵德 之所以不愿意契约 只因不想成为她的主人 此时的内灵德委屈巴巴地询问 为什么呀 西叶娜却眼前一片模糊 原来这是她的出现 年轻的魔法师会无意识地施展第一个魔法 她被称为出现 通过出闲索展示的规模和性质 可以判断她日后会挥发出多大的力量 如果不是她亲眼所见 他们根本无法相信 小姐的出现 竟然使用内灵德之火将整个区域完全净化 所有人都向大公表示祝贺 小姐一定会成为优秀的净化师 净化师之所以珍贵 只因她是将魔法师从煞气中拯救出来的唯一存在 大公子却感到不可思议 纳赫特城堡蕴含了无数煞气 即便有净化师定时驱除 却无法将煞气出去 第一次她在这座城堡感受到有如此和平的气息 而且原本寒冷的冬天 因为净化之气复苏了许多植物迎来了早春 西叶娜却无法目睹这一切 契约千年的圣物女孩却十分嫌弃 在众人走后西叶娜缓慢睁开眼 手中的小火苗正是传说中的圣物 被关了两千年的内灵德第一次出来 兴奋地止不住上蹿下跳 可女孩的一句话却将她打回原形 趁别人昏迷擅自和她签订契约 刚找到主人就被如此嫌弃 尽管拥有强大魔力的内灵德还是慌了 她向西叶娜解释 依照古代习俗 只要对方把手伸入净水中 就是请求她和对方签订契约的意思 明明是西叶娜主动申请 她也只不过答应她的契约吧 尽管西叶娜认为对方趁火打劫 但对于两千年都没找到主人的内灵德 她根本无法和她讲道理 与其有时间和她斗嘴 不如趁机问些其他问题 你把这一代都净化了是什么意思 内灵德十分自豪 她表示这是送给西叶娜的契约礼物 向大家展示了不起的魔法 他们将不会随意地对待你了 然而热情上头的内灵德 显然没有注意到垂头叹气的西叶娜 你当初用了多大力气 我才会晕倒的呀 内灵德尴尬地掩饰着话题 你不觉得现在所有人都高看你了吗 西叶娜却将内灵德拍开 很抱歉作为社恐 将无法成为你的主人 前世她拥有强大的魔力 却被罗雷娜抢走 最终被她害死 如今她只想平安度过一生 内灵德委屈巴巴地问道 您真的要抛弃我吗 西叶娜兴奋极了 真的可以抛弃吗 内灵德却说道 除非我死了 否则契约将无法解除 随后又伴着可怜 伤心地躺在西叶娜手中 一副快要死掉的模样 逃跑计划落空的西叶娜 此时对她没有半分心软 小家伙却还喋喋不休地说道 伯爵夫人和她的女儿被煞气无人 你都没有发现 西叶娜这才想起两人之前的怪异举动 然而对西叶娜的伤害已经造成 母女两人浑身颤抖地不敢置信 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 不仅辱骂西叶娜还想为她毒药 直到看到内灵德的火花 他们才清醒过来 即便伯爵夫人辩解不是她故意为之 大公却不愿放过伤害西叶娜的人 身为皇帝任命的审判官 她有权利直接处决二人 然而为保护女儿 伯爵夫人承认都是她一人所为 甚至跪在地上恳求大公放过她的女儿 大公却不为所动 故意谋害我领养的孩子 你们唯有以死谢罪 伯爵夫人要被杀死 西叶娜及时赶到 大公子慌了 孩子还这么小她怎么能来着 侍卫们吓得不行 西叶娜承认是她的错 拜托二人给她开的门 面对女孩大公子第一次迟疑了 众人纷纷议论 不愧是内灵德的主人 竟让大公子没了言语 大公说回见 眼神变得冷漠了 面对向她靠近的大公 西叶娜害怕了 想起前世被诬陷伤害罗雷娜 被大公关进地牢 她百般祈求 大公却不相信 突然一声西叶娜将她拉回现实 面对大公的问候 西叶娜决定不再软弱 果然此话一出 众人便说起母女二人之前异常的举动 多亏了西叶娜小姐的进化 他们二人才清醒过来 西叶娜也没想到提到内灵德会这么管用 她想也许以后遇到什么事 都可以拿她当挡箭牌 大公子却很生气 即便他们受邪气污染 也不应该救下他们 面对大公子的疑问 西叶娜坦言 来这里并不是为了救下他们 只是不想隐瞒真相欺骗大家 至于如何解决 是由大公决定的 最后大公思索片刻 决定重新宣判对伯爵母女的判决 将伯爵名下的北部矿山 以及名下的内灵德让渡给西叶娜 然而西叶娜却迟疑了 为什么要给她 男人解释为了弥补对小姐的伤害 伯爵夫人主动提出的赔偿 他们非常感谢小姐的恩情 而且他们让渡的北部矿山里面 不止蕴含着普通宝石 那里正是发现艾森沙尔宝石的地方 北部矿山中竟蕴含着艾森沙尔宝石 听着男人的谈话 西叶娜想起老师曾在课堂上教导的 那是能够捐客净化皱纹 当作附身符使用的宝石 正因为那种宝石的珍贵 他们才想送给西叶娜 然而女孩却很害怕 因为前世那座矿山 原本是伊莎贝尔挑战罗雷娜失败 作为赔偿让渡给姐姐的 如果她将属于姐姐的资产据为己有 她很难想象以后的结局 面对西叶娜的迟疑大公子劝导 如果你日后想成为一名净化师 爱森沙尔宝石是必须的 大公子收下不就好了 听到西叶娜的接连拒绝 大公很生气 你已经不再是孤儿了 身为内林德的主人 你肩负着巨大的责任 但如果你不想承担这份责任 我们也不愿强迫你的 听到大公让她做决定 她却没有想象中的开心 看出西叶娜的犹豫 大公承诺保证她的自由 只因她的身后有纳赫特家族 为了不经历前世悲惨的命运 西叶娜一直活得小心翼翼 这一时她想做出改变 她答应大公会认真考虑 终于不再选择忍耐和接受 她发现记忆中的往事 全部都消失不见了 现在记忆只剩下的 只有家人对她的伤害 大公子对她的讨厌 姐姐将她害死 她怎么可以忘记呢 再没有收到他们的道歉 又要重新开始的 她要一直带着这份记忆 度过接下来的余生